俄羅斯軍隊繼續炮轟烏克蘭城市 包括西部的利亞夫 利亞夫當地負責人說 軍事設施汽車維修 點召俄羅斯火箭攻擊導致7人上升 烏克蘭首都基普發生爆炸 北部城市哈爾科夫和南部鄰近港口 奧德塞的古尼拉耶夫也受到攻擊 在俄羅斯圍困的南部 從政馬里烏波爾 烏克蘭軍隊無視俄羅斯要求他們投降到最後通點 馬里烏波爾地方官員說 俄羅斯軍隊開始向當地人發放通行證 沒有通行證不准上街 不准前往其他城區 烏克蘭當局要求 東部 東部城市盧蘭軍立即撤退 趁著他們能安全離開的最後一個機會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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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